大家好,我是洪峰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照聘广告 也就是招工信息 首先看一些哪些是不需要本地经验 然后不需要本地学历的 也就是说他会给培训 然后这样的工作都有哪些 工作内容是什么 大概其实多少钱 然后第二部分再看一些稍微要求一些高的 专业性比较强的 然后大概要招多少人 招聘规模是什么样的 然后工资是多少 招聘的要求是什么 今天云菜好美好美哦 这手机拍的没有现实的好看 现实的会更好看一些 温尼泊下周还要再冷一周呢 最高温度零下156度 最低温度零下2多度 有一天最低能达到零下29 那体感温度估计就是零下30了 算是多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那个简单初级 能入门的工作都有哪个吧 第一个就是这个 sales车辆销售的 而且他要求是要普通化的 因为是对经验没有要求 然后说到时候会有入职培训 但他这个的潜在的意思 就是说能带来客户嘛 得得有这个潜在的客户能带来 他这薪资给写的就是 年薪是三万到十万之间嘛 但普遍听说他们家的车 卖的稍微比较贵一些 所以如果当他们家销售 可能就面临着 就是找客户稍微难一些吧 客户群体相对于少一些 因为这个属于对客户 对价格不敏感的客户才行 第二个是安装工 他这个不要求经验 也不要求学历 然后到时候给培训 他这下也要求是普通化 这个就对年纪稍微大一些 然后语言不太好的 比较友好了 但这个如果在国内 没有做过这类 安装类的工作的话 那要注意自己的 职业安全问题 不要受伤 然后多参与一些职业安全 和安全操作规范的培训 然后第三个也是一个维修助手 他这个也不需要学历 也不需要经验给培训 他这个薪资是每小时23块5 他这个得是需要一些英语 就是至少能简单的沟通的那种的 但你看他这个要求 属于比较低了 低的了 就是也没有要求你有这个 职业认证 也没有要求你是在学 这个专业的一个学生 或者是你注册了这个课程 他这个要求比较低了 但相对于这个要求来讲 他这个薪资就属于偏高的 所以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吧 因为这面找工作 其实就是存在宽和松 就是要求高和低 主要存在一个给予问题 同一个公司 不同时间招人要求很大差异 其实是 所以有的时候碰见这种机会 真的属于是运气好 有的时候如果是 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或者是跟自己职位非常匹配 但自己硬骗了 却没有被选中 也不要有什么灰心的地方 因为这面工作面试的时候 就是跟你一起竞争的人 是什么样 有很大的关系 第四个就是 牙科诊所的助理和 属于文员港吧 然后他也是写的 不需要经验 而且给提供培训 但是属于不给钱的培训 他这个起薪还可以 你看他写的是15到29 他根据经验和认证 那如果没有经验 参加他这个培训的话 那一估计就是会以 起薪最低的那个为准吧 15 但是同时也能看到 他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在哪 也就是说29块钱每小时 就是说未来你的职业发展 可能会上升到29块钱每小时 可以看到的是 他的这个工作内容 我觉得对英语要求 是稍微高一些的 至少口语是要需要高一些 因为他属于就是压科诊所 一进门的那个前台接待 属于要处理一些接待客户 电话接电话 然后还有就是处理一些文档 比如说这个走保险的情况 需要check保险是否能通过 或者是给 给顾客打这个账单 还有根据跟这个医生 沟通时间安排的事 所以就是没有经验 然后没有任何在这学历的 然后英语稍微好一些的 我觉得可以去尝试这个岗位 未来发展还是算可以的 第五个是这个 害虫防治技术员 他这个给培训 然后底线还可以 还是以那个绩效奖金 还有一部分绩效奖金的形式 他这个就是要求 我们得需要有这个 Driver License 因为可能得上门服务吧 可以看到的是 他这个要求是年龄在18以上 然后需要是 得有这个能力去通过这个 曼尼托巴的这个 害虫防治的这个认证 这个考试 还有一个就是重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招的广告 招聘的广告 都是写着 得是有合法的工作身份 在加拿大境内 相当于属于是 他要求你本身 自己就带着工钱来的 他不可能给你提供 去提供Limia这个意思 因为目前呢 就像我前期 前几期有一期说的 就是说 Limia其实是比较难的 大部分人 就是只是 大部分公司 都是要求有这个拱签 然后这顺便 回一个粉丝的问题 有个粉丝问 说那我要找这个工作 我是需要提供雅思成绩吗 我觉得是不需要的 就是面对面交流的时候 他自然就去认证了 认证你的语言水平了 还有就是说 如果在境外说 想要投这些岗位的话 那我觉得他可能 给你面试的机会不大 因为这面普遍来讲 属于习惯于 面对面的面试 尤其像这些岗位 是属于技术型的 就是手艺型的 它肯定是面对面的 这个面试 而不是说像这个 IT或者是什么 其他之类的岗位 或者是财务之类的岗位 它可以远程线上面试 然后就能整 看出来你这个专业水平 它这个是还是需要面对面的 所以这个面对面 就不需要提供这些英语水平 面试中就都能认证了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好多招聘广告号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就是说你是现在 是居住在 曼尼托巴的 也就是说 你投简历的时候 你看到写这种的 如果你不在境内 就不要投了 因为这边的人 是比较注重这个 怎么说呢 属于诚信吧 就是说大家都说好了 我要求这些你再来投 要不然都属于浪费彼此时间 他也不会看你的简历 相当于就是白做工了嘛 第五个是水管工帮手 然后他这个也是不需要经验 或者相等经验也行 但他这个肯定是 给你培训完之后 你需要考过一些 就是认证 然后才能上岗呢 因为这个是属于 职业安全的一些问题了 他必须得经过那些考试 属于是政府要求的 所以他这个公司会给你培训 这个给你提供一个培训 然后还有这 他的薪资1210到12 他属于这个起薪 那可能以后做时间长了 有经验了 他就再往上涨吧 像下一个就是这个 修车的助手 还有这个文员 像我今天介绍这些 都是入门级 就可以要求比较低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薪资是18或19一小时吗 这些都是对没有 境内工作经验和学历 比较友好的工作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下面我们看一些 稍微对专业性要求比较高的 在问你博士属于什么状态 你看他这个软件 开发 他现在你看我搜索之后 他是说这种这类的岗位 有140个工作在招聘 那要这么看的话 还是算是多的吧 我以为温尼博还能 没有多少这类的工作呢 他最近可能是 最近几年有一部分 这个类似的公司 软件公司搬到了温尼博 因为那个疫情之后 不是很多都可以这个远程办公了 好多直接就招远程 就是location是在温尼博办公的 然后他这还有一个招一工程助理的 他这个招的就是本身是学生没有毕业的 他要求的就是你注册了相关工程类的 就是专业 然后要求你是 他这个offer也是就短期的 是四到八个月的 其实经常看这个招聘 这些网站的就能发现 加拿大这块招人是 招人是比较非常的diversity的 因为他这个 首先这招聘的工作时间 就非常的包容性很强 像这些带小朋友的宝妈们 其实是能找到很多合适时间的工作的 据我经常观察这个招聘网站来看 然后也有粉丝问个问题 说我这些东西是在哪看的 就之前有一个找工作的第一期 已经说过了是在indeed的上 只有indeed的上 在加拿大是非常有效率 比较高的一个招聘网站 就回应率相对于别的已经很高了 所以就在这里再次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呢 可以评论留言 到时候我只要知道的都会说一下 感谢大家的收听哦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 记得订阅我哦 谢谢大家